哈囉大家好我是賴以薇 數感實驗室的YouTube頻道即日起正式開張 不論你是喜歡數學害怕數學 還是單純想看數學能變出什麼新把戲 在這裡我們會用輕鬆有趣的方式讓你知道 看似枯燥的數學其實是很親切實用的 讓我們來看看之後會有哪三大主題吧 第一個要推出的主題是數學實驗課 生物化學都有實驗課 數學為什麼不能有呢 在這個主題我們會分享日常生活中數學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動手做實驗素人實測實證看看數學是不是真的那麼神奇厲害 比方說如何用數學泡一杯完美的咖啡 行動支付盛行如何賺到最多的回饋 人生最難受的愛情學分數學能增加告白成功的機率嗎 第二個主題是數感沙龍 我們會來聊聊數學的故事 比方說你知道曾經有數學家糾團哲學家買樂透 一口氣賺了上億元 全世界最難的數學問題有多難呢 我們也會用數學分析 幫你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時事問題 口罩到底夠不夠 社交距離該怎麼量 又或是當紅的動物森友會 鬼滅之刃其實當中都有數學唷 第三個主題有點尷尬 叫做理科男日記 不曉得大家聽到理科男會想要什麼形容詞呢 宅宅 木嫩 太理性 滿腦子數學 有些人知道我電機系教授跟數學作家的雙重身份後 通常第一個問題是電機跟數學都很理性 你的生活會不會很枯燥啊 看到我太太的照片後 除了好奇更多的是驚訝 他喜歡你哪一點 當然是跟我聊數學啊 為了讓大家看到像我這樣的理科男世界 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再瘋 這個主題將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教書 閱讀 帶小孩 陪太太 打電玩 耍費和各種詩心瘋的 數學收藏品開箱 像我曾經參加群眾募資 一口氣買了50隻以數學摺紙為設計概念的糧食 結果等了4年 小孩都剩了3個還沒收到商品 不過後來第二次募資就很成功啦 買到一個號稱全世界最美的 原規 我這個人很簡單 有數學就買單 數感實驗室不只只有以上這些主題 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 非常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請幫我做三件事情 第一 按讚訂閱 第二 開啟小鈴鐺 第三 把影片分享給你 不管是喜歡或是討厭數學的朋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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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獲得最大的 賺到賺到賺到 比方說如何用咖啡泡一杯完美 對不起 咖啡泡一杯完美的數學 和各種失心瘋的數學金收藏品開箱 呃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